当单板滑雪 遇上意识美学 是艺术品还是噱头 哈喽大家好 我是比利白 今天来聊聊来自意大利的单板品牌 Sandy Shapes 不是广告 随便谈谈 是欧洲文化的摇篮 是文艺复兴的起源 是设计师的天堂 在亚平云半岛的那个薛情国度 轻描淡写的一句 Made in Italy 产品往往就和高端与昂贵 画上了等号 不谈家具 跑车 摩卡湖 意大利人和滑雪的人 人比你想的要身 1956 2006 2026 冬奥会三顾意大利 克尔蒂娜 丹佩佐 都林 米兰 阿尔卫斯南路的多罗敏地 美得不像话 雪场面积也大得可怕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造就了一批 有梦想的滑雪人 Alessandro Maliki 朋友都叫他Sandy 做过运动员 也做过教练 30年的单板滑雪 从业经验 最终还是选择了 做板子 2016年 Sandy Shapes 以简洁的设计 经验的木质纹理 犹如艺术品般的质感 杀入了单板滑雪市场 这片红海 首年的80片 即一扫而空 7年过去了 如今的Sandy Shapes 已成长为 小众品牌中的翘楚了 我对木纹雪版情有独钟 从Gantam Stick的Outline Core系列 到Moth Fishbone 再到Winter Stick 画在木头片子上的钱 也有个万把美金了 说实话 Sandy Shapes 不是那种丁眼情人 但越看 还真的越耐看 不得不佩服 意大利人的工艺 与精致细节 这个叫Wood Evolution的专利 让Sandy Shapes的版面 既能保留木材的纹理 又能坚固耐用性 抛弃传统单板 使用的塑料与墨水 也强调了可持续性与环保 煤块雪版 也因树木的纹路不同 而独一无二 不像其他品牌 每年更换板花 追逐潮流与时尚 Sandy Shapes 强调的是 自然多样性的 永恒之美 有的人就是喜欢 石木家具 对吧 对我来说 更酷的是 个性化的定制服务 通过激光雕刻 不仅可以选择 文字和字体样式 甚至连图案和logo 都能完美呈现 独一无二的木纹 加上属于自己的标签 当这块板拿到学场时 真的很想炫耀一下 说到板 也分享一下使用感受 毕竟光好看 不中用的话 也等于没用 板子摆着好看 划起来也要好用才行 早些年刚接触粉雪时 觉得燕尾板帅 划多了还是觉得 可玩性偏低 虽然福利好 稳定性强 但无论是 鸡鸭雪道上的表现 还是自由式的动作 都不够灵活 我选的是名为 Zingala的 All Mountain全地域款式 含金的完全双向设计 颇有点一般 走天下的那味 版型是比较不明显的 Camber 中间映入适中 板头偏软 脚下偏硬 实际的感受 还是比较软的 在烂水包和横切上 还是要吃力一些 但雪道上的可玩性 真的不输给公元版 到了深门雪 表现也不差 按官方的话 这么说来通俗一点 就是这块板 够你从北大湖的真冰面 玩到阿勒泰的大分血 我有幸都体验了一下 大岔不离 当然大家可能还是会喜欢燕尾版 另一款名为Magnifica的燕尾版 就外形华丽如其名 实际使用起来 也是能够将此类版型的漂浮力 发挥得淋漓尽致 意大利设计 意大利制造 3D Shapes的工厂 相当的专业 这也和老板本人在滑雪行业 几十年的积累 离不开关系 除了野学版外 3D还涉足自由式 登山滑雪分离版 竞速刻滑版 而除了单版外 陆地冲浪版 长版 甚至名为Opera Ski的 双版品牌 3D旗下的板类产品 也是一脉相承 同样的木质纹理设计 同样的质量与工艺的追求 也是意大利人的工匠情怀所在 当然和那些来自 意大利的奢侈品一样 价格真的没有亲民一说 均价大概是 8000到1万左右不等 但喜欢的人 肯定也是愿意为之买单的 花了30年的3D说 好看 耐用 高表现 成年人不做选择 全都要 3D Shapes是他的追求与探索 至少在我看来 令人眼前一亮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怎么看 我是比利白 关注我更多好玩的滑雪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